疫情基本情况 2020年3月28日上午 日历市对解构育成重点人群 开展例行核酸检测采样 29日凌晨20许 报告一例免计人员 核酸检测呈阳性 复合核酸阳性 我市立即对解构育成所在地国门社区 进行全员核酸检测采样 截至3月30日24时 采集核酸样本26000份 累计发现阳性样本9例 在接到报告后 我是幸运将核酸检测阳性人员 用负压车送至定点治疗医院 日历中等医院新院区 进行隔离诊治 并对确诊病例 居住的场所进行全面消杀 公安部门对病例活动伪计进一步追踪 截至3月31日8时 初步排查密接及次密接人员317人 今已进行集中隔离医协观察 3月30日9时30分 对解构国门社区 进行封闭管理 结构大桥禁止车辆人员通行 3月30日下午 有序对核酸检测 陈阳性人员在瑞丽活动 居住的重点区域 进行封闭管理 3月30日22时期 对离开瑞丽的车辆人员 进行交通管制 沿途上不进步出 窃息离开瑞丽的人员 需迟72小时以内 核酸检测阴性报告 对进入瑞丽的人员 车辆原则上就地劝法 待全员核酸检测完成后 事情决定是否继续实施征门管制